各位大家好,今天我會講講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究竟在NEC是怎樣應用的呢? 大家要知道BIM這個概念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 在香港或者英國我們都是叫BIM的 在香港有些人叫BIM Model,就叫到慣了 大家要知道BIM Model你說的時候,某程度上你是說碟字 所以大家就色彩專辯,你喜歡講BIM Model就基本講BIM Model 如果去到美國的話,它不叫BIM的 美國就叫做Virtual Building Environment,就是VBE 如果是印度的話,因為我去過印度,它有另一個說法 叫做Virtu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馬來西亞有另一個說法,它都叫BIM interchangeable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 都是對於同一個概念 好了,那說到底BIM到底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尤其是專業工程師,說起BIM呢 他們就會第一時間想起3D Model 那無可口非的,因為很多時候的Sales 我們現在叫Sales Engineer 來到,就Sale一些3D Model 令到你滑滑的聲音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BIM這件事 是much more than 3D Model的 它其實是一個process來,或者是一個concept來 就是說將一些digital information,就放到一些digital framework那裏 這個digital framework呢,可以是一個3D Model 亦都可以不是一個3D Model 就是打個比喻,它可能是一個電腦的OS 只是一個framework而已 好了,有了這個framework,大家放了一些digital information下去了 放在桌面,就可以令到這個client,project manager 例如,supplier,contractor,consultant,就坐在一起,對著同一件事 就去manage一單project 它是促進一個collaboration的 亦都可以說是減少了一些無謂的爭拗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工程上,有很多時候 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有時候呢,大家不是在講同一件事的 但是又要爭辯,就很無謂的 那沒辦法,因為我代表自己的老闆 我代表自己的公司的 所以有了beam這件事,起碼有一個common ground 就先減少一些無謂的爭拗 所以我會說,beam這件事是一件好東西來的 譬如一些interface,有些不合格的地方 用這個beam解決到的 只不過在香港,用得最多beam在哪裏 那當然就是在SBuild那裏 無可後悲的 因為香港不是第一次有工程的 譬如有一宗工程,run了很久了 在中間無端有一個beam,有一件事跳出來 你要支援了,是一個政策來的 你會怎樣呢,你作為一個 project manager,你都不會就說 我將所有的autok 丟掉去,現在用beam了 因為不會的 contract issues如何解決呢,legal issues如何解決呢 會不會無端端多了很多無謂的爭拗呢 就是反過來的 所以呢,很正常來說呢 很多時候的project manager 就會說 好奇,那我現在就把他放在SBuild那裏 因為最安全 但是說真的 接下來也有很多新的工程 重新來過的了 如果這個beam還是停留在SBuild的階段來說 真的浪費了 因為它是much more than一個SBuild的tools 它是一個management tools 它用了很多的digital information放進去 香港已經是lept behind的了 去到英國我看到 其實他們放布電腦在面前 就是對著那個model 就是在說那單project的了 香港接下來的trend 我看到也是在去這個方向 我們一些比較年輕的工程師 包括我自己 都是比較年輕的工程師 要清楚明白一件事 這件事將會是 佔據著我們career path 一個很重的百分比 甚至我就會說 好像現在用到email 你可以問一下以前的老闆 或者以前的前輩 20年前的時候 你叫他們用email 他們可能就說 又不安全了 你看看現在 個個都在用email 他們那時候在用fax 現在個個都在用email Beam都是一樣 所以大家要好好裝備自己 好了 講到NEC NEC 3 就是2005的產物 當時Beam也說到慶合合 但就未真的去execute 好了 去到2013年 應該是 英國推出了一個 BLIM protocol 就說 有這樣的standard 大家要跟進 所以 去到NEC 4 它又急氣直追 又catch up 就很實實的 就放了一條 Secondary option clause 就是X10 它就不是叫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它就叫做 Information modeling 就沒有了building的字 某程度上 它可能覺得 不只是limit to building 也都很logical 好了 那X10這個clause 就很長的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subclause 我今天就很概括地說一說 就說一說 How What 和When How 就是怎樣做 Under X10 它就把這些requirements 放到份文件那裏 叫做 Information execution plan 就是How 好了 去到What 就是放些什麼下去呢 有些什麼requirements 實際怎樣做呢 就是Information model的requirements 好了 When 什麼時候要做呢 就放回到program 大家這個就應該比較熟 就是NEC program 好了 去到第二個層面 就是liability的層面 很多時候 這個beam 去到現在還是有些阻滯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liability的問題 如果壞了的時候 是誰呢 X10也有寫得很清楚 Contractor來講 就是一些projec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ontractor 是to a duty of care 就是reasonable skills and care 就不是fit for purpose 兩者是有分別的 我在前幾集也都說過兩者的分別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了 去到client的層面 他的liability 就是information model本身 或者 和 就是那些information provided by其他的parties 去叫information provider 就是other than contractor 本身 這件事是有個exception NEC其實是一個suite of contract 我剛才說的這個liability 其實是applied 除了一張contract 叫做DBO 就是design and build and operate 也都很正常 DBO這個是turnkey contract contractor就做了很多事 所以在這個beam的層面來說 contractor的liability 就是包含information model 和那些information provided by其他的parties 好了 今天我不可能說得太深 比較深入少少的層面 我希望可以在其他的集數 可以慢慢和大家探討 今天我就說到這裡 比較基本的層面 希望大家喜歡和有幫助 好了